近去年举办经典台菜宴 经济部今年再办传承台菜宴 这回还邀请到知名的台菜师傅 指导像是佛跳墙等等 经典台菜的制作过程 希望将台菜的精神发光发热 更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让受到疫情冲击的餐饮业 可以因为五倍券、好食券等 加码振兴券上路 在线台湾餐饮业的往日荣景 谈到经典台菜佳肴 不少人都会想到这一道配料丰富的佛跳墙 为了让台菜代代相传 经济部今年再办传承台菜宴活动 让台菜精神继续传承 还能翻新经典名菜 非常开心办这样的活动 来提升我们餐厅的曝光度 还有非常重要 可以越精进我们的台菜 为了将台菜滋味推向国际饮食殿堂 主办单位还特地请来各国驻台使节 请来品尝台菜佳肴 期望界有举办活动 让后疫情时代中 台菜厨师们和台菜餐厅都能互相交流 更让前一阵子饱受疫情冲击 影响商机的餐饮业 能够随着政府推出振兴加码券上路 让商机跟着翻倍成长 很希望这个疫情稳定下来之后 让大家的生意 在很短的时间 就要赶快把过去几个月 这样的丧失的商机 把它找回来 而且还要加码 力拼振兴餐饮商机 传承台菜宴 不只要呈现台菜文化 还要让台菜师傅们的手艺 被更多人看见 记者做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